新农牛隊的王憲民 雖然他過去十八打數就一隻安打 但是徐生平總教練當時沒有人出局一二壘 還是信任他讓他打 結果真的一隻三雷安打兩分打點 那現在四局的上半 老牛熊隊的進攻 這個半局首名打者是鍾成佑 但臉上又沒有人 思考模式可能是第六棒 因為威娜斯的境況比較不好 你點過去不一定有辦法得分 那乾脆賭賭看 結果也賭對了 鍾成佑 上一次打擊是敲出了一隻三雷安打 如果昨天打的話就是完全打擊 今天再打就沒有了 記錄可以這樣記的話也可以 我不反對 一個月完全打擊 鍾成佑 這場比賽第一次第二次打擊 都是該局的首名打者 臉上都沒有人的時候 比較客氣啦 第三局眼看是一三六了 反而是那個機會沒有再追加一些分數 結果鄭田樹報仇雪恨 讓鍾成佑揮棒落空遭到三陣 請陳怡出局 變化球來了 然後這一次不用需求 用變數值 這次比較聰明 需求你打要轉 換一個球路 打擊要輪到的是第七棒的黃浩然 剛剛講到一個月完全打擊這樣 不算齁 但是今天是4月30號了 今天打完就要選了這個4月份的頭打NDP咯 因為3月份也沒有打整個月嘛 有選頭打NDP 那4月份是整整一個月 目前呢4月份 單月打擊率比較出色的 包括實驗尾 有4x04 他看他要打點 這個球來看一下在右外野方向 張建銘接到了 火哥 Nice Play 把這個飛球接殺 拿過兩次外野新手套獎的張建銘 這個Nice Play 量出局 正點數也給他拍拍手鼓鼓掌 這個球最好是直接撲下去 接到球以後就撲 不要用手去撐 你一撐的話搞不好一撐到 好像兩段式撲 這個要撲是對的 撲是為了要保護你自己 還有一種是接到以後滾翻 也是保護自己 對 保護自己 那個誰啊 郭戴琪就是這個撲的動作 不確實弄到自己受傷了 對啊 這個有的時候都要訓練 要經過訓練 郭戴琪說他從小到大 那個就沒有養成比較好的習慣 用胸部去滑 臂上 他用肩膀去卡 我的肩膀會出問題 對 久了就真的就受損了 有的時候韌帶都會拉斷 會變成習慣性脫臼 所以郭戴琪就是去年底 又跑去開刀的 就是這種撲的動作 要確實 要訓練 最好是找這種下雨天 場地比較絲滑 撞擊力比較沒有 那個阻力沒有那麼大 來練這種鋪舊球的一些手臂練習 練完以後趕快洗個熱水 OK的 不然自己拿個水管在外面灑一灑水 灑 面積要大一點 有一種 是用這個帆布吧 上面潑水 大帆布 大帆布 比較大的 然後上面有水的話 上面去做一些滑的動作 也OK的 像那個 台中球場也有啊 那個大帆布 沒事 大帆布出來 喔這個很貴 你又在那搞破了 對 釘鞋會勾破 我不行 場上打擊的陳彥峰 上一次打擊是高飛西聲達一分打點 還是在纏鬥當中 那另外四月份呢 打擊力比較出色的還包括林鴻玉 四成一二打擊率 但是打擊數比較少 洪正銘喔這個打擊就有76個打擊 像石燕偉是四成零四打擊率 但是打擊只有五十四個 洪正銘喔 在四月份出賽十八場 打擊率是三成八二 打點是有八分 主要是打點 嗯 那林智勝呢 四月份打擊率是三成三八 三隻拳來打 另外有十二分的打點 鍾成佑喔 有十七分的打點 哇 結果這個球被拉掉了 陳彥鋒遭到了三陣 這場比賽 拉牛熊第一次被三上三下 沒有得分 二比八 六分落後 我們到五局的上半 拿牛熊隊的進攻 這個半局守名打者 是第九棒的黃龍毅 上一次他打第一個球 結果是右外野方向的飛球被揭殺 現在也第一個球就出手 打成了界外 黃龍毅是四月十四號 離開了一軍的名單 到二軍去 結果今天呢 四月三十號 因為實驗尾 受傷 眼睛裡面有小蟲子 飛進去 最後才把黃龍毅拉上來 所以 沒有把握機會了 十六天 沒有把握機會 因為 畢竟 機會是難得的 因為 難留著他整個隊型的話 外野手是大客 陳田樹 本來前線落地的壞城 球數行程也好一塊 那黃龍毅呢 在 離開一軍之前 是七場比賽 十六個打數 只打兩專打 而且還沒有保送 五次三陣 本季他的打擊率也就一成五六 這車選得不錯 真的喔 第一次黃龍毅 也算是經驗豐富的選手了 但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不努力的話 很快就會被淹沒 會死在沙灘上 像 今年賽界啦 牛熊隊 像 石志偉的受傷 其實黃龍毅也沒有復甦 是影響蠻大的 陳金鋒也 本來是 感覺沒有像 前幾年那麼的威猛 三本柱少了兩本 只有 自勝是 比較能夠穩定的選法 對 哇 再一個內角速球 裁判今天這個位置 都不會判好球 有啦 上一局 有一個 陳遠鋒的那個球 被拉掉 被拉掉 兩號三分滿球數 下一棒也是第一棒的林志平 回一棒落空 結果來個慢的 黃龍毅遭到了三陣 鎮田樹 最好比賽第四K 第四次的三陣 有氣球 有氣球 幅度讓你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沒有想到他掉得這麼快 就不打輸一定是壞球 而且好像在本壘板前面的時候 還是維持那個高度 對 就直接垂直的掉下來 對 就往下面墜了 所以黃龍毅揮棒出去 那個棒子跟球落差非常大 打擊輪到第一棒的林志平 前兩次打擊有一隻二雷安打 那鎮田樹和拉牛熊隊的愛恨請求 也非常妙 鎮田樹 在台灣第一場比賽 一局爆八分 對 就是對上拉牛熊 被打爆啊 才投林佑三分之一局 這一個鎮田樹 結果就那一 結果那一敗之後 對拉牛呢 就拿到了一個四連勝 游擊手 橫移到正面接球之後 傳一雷 刺殺了林志平兩出局了 那鎮田樹去年全年呢 面對拉牛熊 七勝兩敗 七勝兩敗 就是第一場被打爆 被拉牛給屠殺之後 拿到四連勝又一敗 之後又拿了一個三連勝做手 因為也都有研究他的球路 後來就是 會抓他的配球節奏 抓直球在打 去年鎮田樹 其實對拉牛 七勝兩敗的對戰成績 對戰的防禦率是5.10 因為第一場失血太多 還拿到七勝 對戰 他在投球的時候 打擊也給了分數也多了 那今年呢他們的故事還沒有完 今年繼續未完待續 今年第一場 又是對拉牛 結果他報仇了 又在陳慶芙放球場 也是兩隊的開幕戰 他投了5又3分之2局11分 7比1贏球拿勝投 但第二場又被爆了 就是4月2號 他也是在陳慶芙面對拉牛 投了7局掉了5分都自責分 就是雙翔 對對對 沒錯被陳慶芙跟潘忠偉都轟了 就是吞敗戰又被爆 那今天呢壓到目前為止 前面5局目前是12分 一壘方向滾地球 一壘一手林役拳接球之後 才一壘壘包刺殺了打擊的余靖德 5局的上半 哪沒有熊隊三上三下沒有得分 2比8 6分落後